昨天在立法院正式共產黨立委羅明才針對誤詐問題來質詢主記長朱哲明的時候就說啦 現在你去買這個排骨便當會發現排骨是越來越薄了 沒想到朱哲明妙答說委員的身材也越來越苗條 排骨啊 越來越薄 現在的排骨飯我吃了跟我大概十年前比起來大概剩二分之一 這也是委員身材保持的越來越苗條的原因 笑到一度講不出話來著討論排骨的漲價問題 怎麼到了主記長口中卻變成了保持身材的好配方 國民黨立委30號在立法院針對物價議題 對主記長朱哲明進行質詢 而對於這物價上漲的議題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失言 你知道蚵仔米線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蚵仔米線 蚵仔米線大概二十塊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是米給 一碗蚵仔米線二十元讓台下民眾瞬間錯愕 這物價恐怕是還活在五十年前 根據主記總處公佈的數據顯示 九月CPI年增率達到百分之二點九三 已經連續兩個月都突破百分之二的通膨警戒線 民眾叫苦連天想要用百元內吃上好的一餐 已經不太可能 以茶葉蛋做比較 從早期最初的五塊錢到現在一顆是十三塊錢 麻辣口味甚至來到了二十元 看著手上千元大鈔越變越薄 小老百姓壓力真的好大 這下主記長好不容易搞清楚了物價 不過卻又再次掀起排骨泛風波 而他也說台灣的物價上漲其實相對其他國家已經比較低了 雖然是數字在說話 不過民眾對於物價感受以及這言論 恐怕依舊還是不買單 記得綜合報導